第六十三集 铁补天的等候 程子昂已经服软了 那自己还挺什么呀 干脆还不如送个顺水人情 免得将来自己在这补天阁 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 这位楚玉作 可是补天太子亲自带来的人啊 可以说是整个铁云国亲典的 跟他犯什么冲啊 陈玉彤心道 多谢陈大队长 本座刚才还担心 这天机一处 没有老程持重足智多谋的领头人 如今陈大人既然愿意担任 那真是令我惊喜不已啊 楚洋喜出望外 你惊喜个屁啊 我要是不出声 你就自动的砸到我头上了 程子昂这前车之剑 就在这摆着呢 我这脑袋又不傻 陈玉彤心中嘀咕着 脸上却是一片笑容 我们都是铁云人 能为自己的国家出力 正是我被五人一生的荣耀啊 好 陈大人果然是条好汉子 楚洋赞叹道 随即他口风一转 殷切的道 陈大人 不过这天机处可要慎重 无论什么消息 误需砸实 我要的是实诚把握 我才能安排猎血的弟兄们 前去执行 万一若是天机处的责任可不小啊 陈大人 这等于是补天阁所有人的性命 都交在了你的手上 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陈宇通不由得为之气节 这祸嘴上说的冠冕堂皇 实际上居然还是在夺权 实诚把握 这种事情谁能有实诚把握 不要说是深入敌后刺杀敌人大将 就算是娶了个媳妇 还有可能晚上不举呢 一旦有什么消息 本大队长自然会立即与楚御座商议 然后我们细细的分析利弊 与楚御座一起 制造出完美的计划才好 陈宇通忍气吞声 届时还望楚御座百忙中抽出些时间 为了兄弟们的安全 过问天机处的情报事宜啊 陈宇通本来就已经从副阁主的位置上掉了下来 这句话一说 也等于是将情报头的身份也拱手让人 等于就只是一个情报收集的机器 能有半点决策能力 这 楚阳一副为难的脸色 陈大人何必如此啊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没别的意思啊 再说我主管铁血和总览全局已经很忙了 恐怕未必会有时间呢 还望玉座大人以大局为重 为兄弟们多多着想 陈宇通肚子里头狂骂这货无耻 分明是你逼着我让拳 现在居然还要假惺惺的推三阻四 哎 楚阳凯然一叹 勉为其难的说道 既然如此 罢了罢了 本座就拼了这把老骨头吧 下面众人一起狂撇嘴 下面宣布一下 三个大队的人选划分 楚阳不动声色之间就干掉了两位阁主 让他们去做大队长 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手里 也是心中暗爽 但是接下来 楚阳随口而出的分派 却像是已经跟这些人相处了数十年那么熟悉 哪个人擅长什么 哪个人不擅长什么 哪个人在这三个大队之中 哪一个大队才能发挥最大功能 无一不是井井有条 每个人都到了最适合他的岗位上 三队人马在大厅中一分开站立 顿时竟未分明 职责明确 可以想象 这样的分工 比原来吃大锅饭的时候 所有人都挤在一起 要提升了多少战斗力 程子昂和陈宇彤心中本来颇有微词 但是看过这种分派之后 也不禁心服口服 不动声色之下 楚阳就完成了自己对补天阁的掌控 楚阳心中却在想 不知道顾独行那里 弄得怎么样了 太子府内 铁补天皱着眉头 看着面前的人 再等一等 对面坐着两个华府官员 正一脸焦急 他们俩都是为了顾独行 占据刘翠湖那件事情而来 毕竟顾独行拿着鸡毛挡令剑 抬出了太子的名头 他们也不敢造次 只好前来请示 哪知道从下午来到这 已经将近深夜了 铁补天的态度 暧昧至极 不说行 也不说不行 就一直说着这句话 再等等 再等等 已经几十次 再等等了 却还不让两人走 就这么留在这 每次两人请求回去的时候 太子殿下也只是这一句话 再等一等 两个人心中早已是十五个掉筒打水 七上八下 终于门外传报 禀太子 程大人求见 请进偏殿 说着话 铁补天缓缓起身 两位稍等一下 姑去去就来 两个官员急忙点头 陪笑道 太子有事尽管请便 铁补天点点头 走了出去 偏殿之中 程子昂大步走进来 向铁补天行礼之后 欲言又止 如何 铁补天静静问道 太子有识人之名 程子昂七七哀哀了半晌 才终于挤出一句话来 现在的铁补天革 已经是他一个人的天下 哦 他显露了武力震慑 不是 他从中揪出了九个内奸 当场处决 并快刀斩乱麻 当场夺了我和陈宇彤的权力 此时至终 就只是以一个文弱书生的面目 程子昂叹了口气 脸有愧色 哦 铁补天有些震惊地抬起头来 喃喃说道 这么快 是 而且下面的兄弟们 对他都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铁补天站起身来 来回夺了几步 他也相信 楚阳必然可以获得补天革的掌控权 但却真的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快 而且竟然没有展现武力 就已经达到这种效果 这让他对楚阳的能力又有了个新的认识 沉思了一会儿 你去吧 看着程子昂走出去 铁补天扬起脸来静静沉思 既然他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就将刘翠狐给他 又有何妨 须知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楚阳先跟铁补天的约定就是 刘翠狐 而且只要一部分 但是现在 顾独行却将刘翠狐全面占据 与事先的约定 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虽然超出预料 铁补天还是给了 他所等的 只是等待楚阳对补天革的掌控 能不能做到 仅此而已 没有能力不能掌控 那么什么都不会给 但现在 既然楚阳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 哪怕楚阳张口要全世界 只要铁补天能给得起 就一定会给 大厅中两个官员 以眼神互相交流着 都是预感到了不妙 似乎这个刘翠狐 太子真的说过话 但若是真的 太子只需要一句话 就能将这件事情压下去 这么拖着做什么呀 两位大人久等了 铁补天缓步走了过来 微笑道 所事缠身 身不由主啊 两位大人见谅 两人忙说不敢 嗯 刚才说的刘翠狐一事 是吧 铁补天揉了揉眉心 苦恼的道 我的记性有些不太好 是 刘翠狐那件事 不知道太子殿下 有何指示 听说 那个人的态度 竟然很恶劣 铁补天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悦 太子殿下 那个青年 实在太不讲理 他竟然将整个 刘翠狐全部都圈进 成为个人所有 而且还对外说 是太子的意思 这件事情 闹起得民愤极大 若是不及早遏制的话 恐怕会在京城 引起大风潮啊 在铁补天面前说话的 是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铁补天不悦的口气和表情 似乎是给了他某种暗示 以为铁补天对那个家伙不满呢 忍不住胆气一撞 民愤极大 引起大风潮 铁补天嘴角一翘 露出一个有些嘲讽意味的微笑 王大人 您身为当朝大学士 姑在年幼之时 也曾蒙您教学 受益匪浅 但这民愤极大几个字 您在此时说出来 却是让姑大师所望 王大人顿时呆住 太子所言 下官不解其意 他心道 难道我猜错了 早在五年前 这刘翠湖便是你家的产业 铁补天用一种温和的 让人能够睡着的声音 轻声说道 王大人 你的侄子王宝平 当年协助右相之子 霸占刘翠湖 后来右相被王淑金殿所杀 家产抄没 而那时候 负责去抄家的 就是王大人您吧 王大人顿时脸色苍白 铁补天言下之意 他岂能不知 右相之子 本是盼得充军发配 但却不明不白的死在狱中 其后 这刘翠湖虽然表面上成了无主之物 但暗地里 却就归你王家了 铁补天 胆然说道 王大人 整个刘翠湖周边 共有数十家店铺产业 共有六十八家 但其中却有三十七家姓王 朝廷一直没有管这件事 一来 因为这几年实在内忧外患 疼不出手来 二来 朝廷御史监察处的三个人 也在刘翠湖有产业 虽然不多 只是正好将剩下的三十一家平分了 这每年的收入却也不菲 十分的可观啊 三来 我也指望你们 什么时候能够有回头之日 毕竟我们铁云 培养一位朝堂大臣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们自身能力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朝廷扶持 民众口碑 历任政绩 为国为民 也算是做出过贡献 哼哼 铁补天的口气中 已经带着丝丝寒意 两位官员浑身颤抖 脸上大汗淋漓 只觉得头脑似乎也眩晕起来 就是这个刘翠湖 成为你们六七个官员 发财分赃之地 如今朝堂要征用之时 你居然来跟我说什么民愤 哪里来的民愤 难道这所谓的民愤 就是你们几家的愤怒不成 如此操控民意 居然想要来影响孤的决策 铁补天目光一寒 冷冷喝道 王志 你真当孤 年幼好期不成 突突一下 二人筛糠一般的颤抖 只觉得两腿乏力 终于站立不住 跪倒在地 铁补天森然道 怎么 两位大人 孤征用刘翠湖 居然还要征求你们的意见不成 微臣不敢 微臣不敢啊 两个人磕头如捣蒜 这一刻 几乎就要毁断了肠子 说什么也想不到 那刘翠湖竟然真的是太子的意思 而且太子竟是如此的坚决 哼 刘翠湖本就是国家产业 铁云城一井 却被你们用来中饱私囊 此事简直是滑稽 你们身为朝廷命官 吃着朝廷俸禄 居然还 实在是让姑痛心之急 铁补天沉痛的说道 罢了 毕竟是老臣子 姑也不想做得太甚 王大人 有你通知另外几家 这些年刘翠湖所得 上缴国库一半 回去吧 是 是 多谢太子殿下开恩 两个人连临磕头 汗如雨下 如同在鬼门关上转了一圈 不知道 这几家还需不需要 估送一份账簿过去 做一对照 在两个人千恩万谢退出门的时候 铁补天似乎是自言自语的一句话 顿时让两人又摔了个跟头 狼狈不堪的从那台阶上滚了下去 看着狼狈离去的二人 铁补天目光寒冷 他一直在等 等着楚阳的消息 但未尝也不是等着这几个人 能够对自己说实话 等到现在 确定了楚阳的能力之后 铁补天才做出决断 若是现在还不出结果 那么 铁补天都打算将那两人再留一天了 第六十三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